汐止西万路三段的道路因为紧邻着北港溪 在疑似受到大水的不断冲刷之下 长期以来道路路面都出现了严重的军裂 甚至还有地层下陷的状况 最近还变得更加严重了 因为疑似受到旁边的护腕工程影响 造成旁边的路面整个都塌陷了 一起来关心 这是去年的画面 就在西万路三段靠近瑞松杰这里 就在去年6月7号的下午 路面突然破了一个大洞 引起附近居民注意也是说好危险 只是往洞里看整个掏空 领长就说北港西岸一直以来都掏空严重 连路面都遭殃 而再回到同一个地方 虽然当时的破洞补起来了 不过这一阵子却因为旁边在进行护腕工程 这一段塌陷的很严重 只见经过的车子颠捕的相当厉害 刚开始它下陷的时候大概有30公分左右 那也有机车呢 雷产 有好几处的地方都塌陷掏空 因为大水的关系 塌陷掏空 那其中有一处西湾路三段223号这边 因为在施工的时候 这个户外施工的时候 那路面严重的塌陷 西湾路三段的北港西 在前年的右岸工程 我们已经完成 那今年呢我们做左岸的工程 但是在做的时候 我们影响到这一段的路面整个掏空 在接获成型之后 议员周亚林服务处就前往现场了解状况 可以看到路过的车子 颠捕严重几乎呈现波浪状 在走近点看路面被往西边拉扯 裂缝不小 周亚林议员呢 他们了解了这个状况之后 马上要求相关单位 要来做这个路基修复的工程 在做这个右岸的时候 我们也立即把这个路面 整个灌南马共 把这个基础不要流失 那现在我们又已经跟养工处协调好了 也有经费大概是200万 我们要把这条路的整个路基再来改造 已经向市政府反映 而市政府也已经请规划公司进行设计 预计200多万的经费要进行改善 保障经过人车的安全 介绍惠林细致采访报导